你現在聽的是懸網台 我是生食食出新生 和綠色心靈力量的主持周小祥 哎呀你輪轉天氣 風濕骨痛好辛苦呀 奶奶我剛剛買了一個 最新科技的太空小寧精 可以迅速舒緩任何痛症 那就不怕風濕骨痛了 哇這麼好呀 那就買多個分享給姨婆吧 太空小寧精 可以在陸創意健康店買到 電話288248400 網址是3W.HEALTHSHOP.COM.HK 以下節目內容純屬主持及嘉賓個人意見 與本台立場無關 大家好歡迎收聽自然療法御理 我是Diana 我會繼續和袁大明自然療法醫生 和大家分享一些自然醫療的資訊 最新的發現 幫助你和你家人能夠認識多些安全又有效的自然醫療工具 能夠享受到健康快樂的人生 袁醫生你好 Diana你好大家好 大家好 那計上一集 袁醫生繼續會和我們說健康之道 在乎酸減平衡的 上集說到消化系統的生理 其實我們的食度是很長的 由口腔、胃、小腸和大腸 我知道大腸有二、三十呎那麼長 我們食度有三十多呎 當然其中一個很重要的就是我們的小腸 你知道小腸有多長嗎 小腸差不多只有二十七呎 就是小腸 嘩 可以這樣說 我們那個小腸裡面 內壁是有很多很多小小的 我們叫做絨毛的V-line 絨毛這樣 布滿的 密密布布的 那些絨毛的目的 是將我們小腸的表面面積大大增加 為什麼呢 我們的身體的食物是經過小腸 是由小腸壁的折合來吸收的 雖然你說有二十七呎那麼長的小腸 但如果小腸只是滑滑滑滑滑的 其實那二十七呎 那個表面的面積其實都不是很多 所以它結構上 它就表面那個小腸內壁 就有很多那些叫絨毛的V-line 來增加我們那個那個 那個接觸面 表面的面積 你知道嗎 因為這個絨毛的存在 我們那個表面的面積 小腸的表面面積 是增加到多少 是七千二百平方尺 那麼七千二百平方尺 等於多少呢 其實可以這樣說 好像一個網球腸那麼大 那麼你看一下 網球腸那麼大 我們這條腸裡面 那個小腸的表面面積 竟然間會好像網球腸那麼大 好像很不可思 很神奇 那為什麼我們會這樣呢 我們需要這樣的結構呢 原來我們的小命 其實都是關鍵 視乎我們的身體 能否吸收到營養 那就是說 如果我們的身體 能不能吸收營養 我可以這樣說 簡單來說 我們今天是沒有命的 嗯 好了 所以我們在 我們的身體裡面 如果有這些 我們前幾集都有講 很多這些 所謂的微生物 那些微原體 那些出現 譬如那個 連珠菌 那個真菌 還有很多這些 做出來的毒素 這些這樣的 這些這樣的 微生體 會妨礙我們身體營養的吸收 嗯 嗯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 我們根本是很 吸不吸收食物 是我們現在的關鍵性 是 如果我們吸收不到 食物的時候 我們會營養不足 維他命 抗物鹽 甚至乎蛋白質 都會吸收不到 雖然你進了口 你進了口 你進了口 不是代表你吸收得到的 那估計 在美國的成年人裡面 差不多他們吸收的能力 是只不過他們吃到的 少於一半的 嗯 甚至乎有些人年紀大 譬如70歲那些人士 那他們的吸收能力 差不多百分之八十都減了 即能夠吸收是二十個百分之 你可以看到 這是一個很關鍵 我們的小腸是很關鍵 我們能不能生存得到的 那 那當然 那 還有一件事 還有一件事 我相信大家都可能 不太明白 不太清楚 就是我們的身體的紅血球 其實我們的身體的紅血球 是哪裡做的 其實很多是我們的小腸 那裡做的 哦 那我們的身體的小腸裡面 是將這些食物吸收了之後 是將它變成紅血球 那這些紅血球 當然大家都知道 是滿全身的血液循環 那也都將它那個身體 會帶營養的養分 但還有一件事 原來我們的紅血球 是會在我們的身體裡面 可以變成不同的細胞 嗯 紅血球 不只是四百米的紅血球 在壞的時候 我們的紅血球 是會變成我們的心臟 肝臟 或者我們腦袋的細胞 哦 那你可以看到 那些營養 那些細胞變出來 其實往往是我們的紅血球 那裡演變出來的 那所以呢 要我們的紅血球 能夠演變成身體 其他壞的細胞 我們身體的長度 酸鹹度 是一定要屬於微鹹的 是 所以可以看到 就是酸鹹度的食物 不同的食物的酸鹹度 是會影響我們的身體 紅血球的質素 是換言之 可以說 我們身體的那些 器官 肌肉 骨肉 器官 內臟 全部都是視乎 我們那個食物裡面的酸鹹度的影響 那就是有一種說法 就是You are what you eat 是 你吃什麼就變成什麼 其實是很真的 嗯 好了 如果我們的小腸 是充滿了這些 黏液 就是叫做一些散 那這些這樣的身體 重要的細胞 可以這樣說 是沒有辦法成長得到的 所以導致有些人 就會體重低 那在這種情況之下 我們的身體 唯有 是用其他的途徑 去製造它的紅血球 那它變成是我們的骨 肌肉 其他的地方 嗯 所以你看到 很多時候 當我們的身體 那個小腸壁 那個功能受了 有障礙 我們身體 就製造不到紅血球 那好了 那我們為什麼身體 需要有足夠的紅血球 如果沒有的時候 不足夠的時候 我們身體 趕快 就會在其他的地方 是將它 拿這些營養 將它 變成紅血球 因為我知道 我們身體 需要每一個 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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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需要500萬 的紅血球 嗯 如果我們當紅血球 的數量 是低於 兩三百萬 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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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這種情況下 我身體的養分 就不足夠了 所以 我們是 身體很重要 需要足夠 那個 那個 紅血球 醫生 我知道小腸那麼重要 那大腸呢 我知道它好像一個 坑渠 那樣 將我們的東西 排走 大家都了解 是的 我們那個 分辨都是跟我們的 大腸那裡 乾門的大腸 是排斥出來的 嗯 那好了 那大腸其實的主要功能 是什麼呢 那當然呢 我們大腸呢 是好像一個 一個海綿體那樣的 將我們的食物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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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水份尽量都吸走它 那我们才可以到最后那里了 但是如果我们在大腸那里 这些食物不断的水份被吸走 但是如果不能及时排出出来 那我们的糞便会变得很肝硬 变得失晒 好像一块硬了的弊物 那这些是一种所谓的残余的毒素 我知道我们的大腸原来很敏感 任何的创伤、损伤或者手术 任何压力包括我们情绪方面的压力 或者负面的思想 都会令到我们身体里面的那些抑菌 是产生变化过 这个很有趣的 那些菌都会受我们的思想影响 情绪压力都会影响的 那如果这些抑菌受了它的障碍 令它功能失去正常的功能的时候 那我们的消化 当然没有办法很完整地消化 那产生了很多不平衡的情况 所以我们的大腸真的可以这么说 不单只是一个坑距这么简单 可以说是死距 当然如果我们的身体的消化度弱的时候 就令到我们的身体的蛋白质 不能够好好地化解了它 你知道蛋白质要化解 完全化解是成为胺基酸 胺基酸是最基本的单位 但有时候如果我们的消化不能完整 那么就剩下来的那些蛋白质 是差不多一部分消化 一部分是没有消化的 好了 那这些的物质 仍然都会被我们身体的血液吸了下去 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 它会做到什么呢 它就不断来到供应我们身体的微原体 那些这样的食物的 那增加它们 就是养了这些这样的微生物 那就令到它是不断地制造这些毒素的 那还有呢 这些这样的 就是未完整消化的那些蛋白质 那使我们的血液 会刺激我们的身体的免疫系统 那种反应的 那这种就等于什么呢 就是所谓敏感 对不对 譬如你吃一些食物 譬如吃一些鸡蛋这样的 那如果你把鸡蛋 在我们的食道啊 胃啊 小肠啊 是完全化解了 消化了呢 就成为氨基酸的 那氨基酸是所有蛋白质的 最基本的组合的单位的 那什么动物的氨基酸呢 其实都是一样的 你变造氨基酸呢 其实就分不出的了 那但是如果它那个消化的过程呢 没有完整地将这些 蛋白质变成一个基本的氨基酸呢 那这些蛋白质呢 就可以这么说 在一种外来的物质的 就是这个哦 这个是鸡蛋来的哦 不是我们人里面的需要的那些 是 让它可以完整地消化的 是 让它可以完整地消化的 那通常这种是清的啦 滑滑散散的啦 那其实呢 它的那个身体去做呢 做到这些东西呢 是帮助我们保护我们那个 那个那个 那个黏膜的那个表皮的 是 那好了 那就可以这么说呢 逢有些什么进去吃了下去之后呢 它都会将它呢 就是包住它的 嗯 你进去呢 甚至乎水也好呢 它都会有这些黏膜呢 是包住它的 那当然啦 如果你吃的东西是有毒素的时候呢 那它更加会包住这些毒素啦 嗯 令到它呢 这些毒素呢 就会令到这些黏膜呢 越来越厚啦 黏啦 还有呢 开始就变成了混货啦 哦 那就可以换句话来说呢 我们有伤风的时候呢 我们身体呢 这些这样的 这些分泌物呢 是会将这些 我们外来的那些毒素呢 是将它是包起它们的哦 那包起了之后呢 我们身体的 呼吸道的绒毛呢 就会将它慢慢掃除它出去 那就可以帮助我们 产生的那些 即是鼻涕呀 或者是淡呢 将它吐出来的 那好了 那这些是一种正常的分泌啦 那但是我们 大部分人 我们这个文明人 吃的食物呢 其实很多时候呢 都会会引发 我们这些身体的黏膜 的製造 这些这样的 很厚的黏膜来的 那 为什么呢 因为在我们的身体来说呢 这些这样的食物呢 其实可以是一种 一种毒素来的 那身体一见到毒素呢 哇 那马上马上想办法 包住它啦 是吧 让它不要自触身体啦 那好了 那什么的食物呢 我们通常 就是最常见 所谓野痰的 的食物呢 就是我们 牛乳类啦 是 就是牛奶呀 芝士呀 雪糕啦 那还有很多 动物的淀粉质啦 白面粉啦 精练的食物啦 啊 啊 朱古力啦 咖啡啦 还有很多些 就是有含有酒精的那些饮品的 嗯 反而呢 我们的蔬菜呢 就不会呢 是令到我们身体 产生这些这样的野痰的 所以我也解释了 在我们的 在我们的那个 保健的食物那方面呢 我们很强调呢 要吃多些蔬菜 是 好了 那慢慢的慢慢的呢 这些食物呢 就会令到我们的那个 那个 那肠里面呢 就是 产生这些 很 很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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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甚至乎呢 是出现一些 误便的 的 的 物质呢 都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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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被 包卖在 里面的 那有时候呢 我们会在 X 光里面呢 其实都会 照到出来的 这些这样的 就是那些 分石 都会有的 是 那当然呢 它本身这些 这样的 散呢 这些 痰呢 其实本身 已经 够了 坏的 那但是 这些呢 都会 可以说是 增加我们的 身体 那些 坏的 那些 那些 微生物的 成长 医生啊 那除了 刚才你说的 几种食物之外呢 还有什么原因 会令到我们 产生一些 不好的 分泌物呢 那我们都知道 我们经常很强调 我们情绪 情绪压力 其实是很重要的 那当然呢 环境的 污染 是 是 缺乏运动 嗯 还有呢 我们身体 那个 那个 消化酵素不足 嗯 还有呢 我们小肠大肠里面呢 我们那个 好菌 一下 益生菌呢 不够呢 哦 都会导致下 我们的身体 小肠大肠呢 那些 那些所谓的那些 散呢 那些痰呢 是聚绩的 嗯 当然了 当然了 当这些痰聚绩得越越多的时候呢 那我们的食物呢 通过我们那个 下腸道的 那个时间 会增加的了 那当然了 亦都是 如果我们的食物里面 那个 那些痰聚绩不够呢 那也都会令到我们那个 我们那个 就是我们叫做 我抢的 食物经过抢的时间 都慢慢增加的 那当然了 这些黏 就是黏散散的那些 这样的东西 很多时候呢 就会黏在我们的墙壁 甚至乎呢 就 就形成一些这样的 气泡那种散的那些 那些 叫做pocket 那这些当然了 这些这样的气泡 这些这样的 的 袋仔 就是腸里面那些 粒陷的那些袋 就会更加呢 是会 收集这些这样的 的不好的那些 那些微生物 那慢慢地 慢慢地加一路 这么加一路的时候呢 令到我们那个 整个腸的那些 食物的移动呢 是更加更加 更加慢的 那最后呢 这些会变成硬化了 那差不多呢 是为了这些 就是被 为这些这样的 不好的那些微生物呢 成为一个 一个堡垂 那这些这样的 有什么症状呢 是知道 令我知道呢 其实我身体已经有这些问题存在了 那最简单就是 我们叫做 Heartburns 那个黑病是什么呢 那个胃酸 或者我们叫做 火烧心 就是火烧心 其实主要是胃酸 因为身体消化不够 那就产生一些气体 那气体将我们的胃液呢 就是 鼓了上我们的食道 那就 另一种这样的感觉 因为我食道的那个 我保护那些 分泌呢 是不像胃那样的 那所以当胃液一冲了上我们的食道呢 就冷在我们的食道 给了一种感觉 我们叫做 那个火烧心 这个叫做Heartburns 那当然啦 如果我们有很多气 腹脏 那种感觉 那种感觉 或者那个胃液 都可以看到 这些我们的腸壁 是太多这些气 和那些胃酸的 那通常这些呢 都是我们的食道 我们的食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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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太多这些 不良的那些微生物 那种走出来的 那种状况 那种状况 我们就会出现 所谓的便秘 那通常呢 都是因为这些 我们那个 这些 污脏的东西 是秘得太多的 那大家很多时候呢 我都看到的 那些 就是我们的医生 很多时候 会看个腻的嘛 有没有腻胎啊 当你消化不良 出现的时候呢 你看条腻呢 通常条腻会怎样的 都是很多腻胎的 哦 黄胎啊白胎 因为腻胎呢 都是反映我们 那个消化度的问题 那当然肚射啦 搞痛啦 是不是 还有呢 口 就是臭啦 放肥好臭啦 这些全部呢 当然呢 会痛啊 不同程度的发炎啊 痛啊 那个结腸炎啊 或者疲失炎啊 这些全部都是 令我们反映我们的身体有问题的 好啦 那很多时候会问呢 就是我们的糞便呢 其实是 是不是应该臭的 那严格来说呢 如果我们的食肠度呢 是干干净净呢 我们的身体的糞便呢 是不会臭的 嗯 那在印度呢 你要看到啦 印度人呢 很多些牛脊在那裡的 那牛脊 它们的糞便走出来呢 当然牛脊 吃那些和港草啦 嗯 那所以呢 它阿脆的糞便呢 是很多很多纤维在那裡的 那印度人呢 直接呢 就拿它做燃料的 嗯 就是做一饼饼的燃料 甚至乎呢 用来建屋用的 嗯 但是呢 如果是很臭呢 你根本用不到啦 是吧 那所以这样说呢 如果你发现你那个 消化度有问题呢 其中一个很容易看到的 的迹象呢 就是你的糞便很臭 嗯 那很多时候 那些人有肚瀉啊 那肚瀉啊 那肚瀉你也看到啦 通常肚瀉的那些糞便 是特别臭的 其实是有问题的 嗯 好啦 严格来说呢 我们的健康的长度呢 走出来的糞便呢 其实是不应该好臭 嗯 那这个 这个作为一个很简单的指标 那样 好啦 当我们身体这些 这样的微型体呢 即是微型体呢 出现太多的时候呢 它会直接呢 由我们的大墙壁那里呢 是穿破大墙壁 走到我们的血液那里 那你可以想象中 当这些这样的 这些坏的微生物呢 是经过我们的墙壁 走到血那里呢 那当然呢 它会将这些毒素呢 会带云全身的 嗯 那去到什么地方呢 就去到某不同的器官 那些细胞啊 组织啊 都会受到它很大的影响 因为知道了 我们的肝呢 是一种其中一个很大的工作呢 就是排毒 排毒 那所以呢 如果我们身体血液 不断地已经有这些这样的 那些坏的微生物 那些毒素呢 那当然流到肝的时候呢 那肝呢 是要拼命呢 是做它那个排毒的 是 那当然了 这些这样的微生物 去我们身体的组织的器官 甚至乎我们那个 中枢神经系统的 我们的骨落啊 我们的淋巴 和我们的那个骨髓里面 那所以你可以看到呢 其实 所谓很多这些 这些不同的器官的病呢 其实归根到底呢 其实都是因为这个的问题的 嗯 那 还有一个很有趣的 我们那个大腸呢 就是不是一个 如果是一个 不是一个干净的 就是那个管 大概四五尺左右 那很多的骯髒 那很多的骯髒 会附蝕在我们那个 那个大腸壁的 是 那很多时候 那么附属在大腸壁的时候呢 它另外产生一种的问题呢 原来我们的大腸 和我们的身体 不同的地方呢 是有一种 我们叫做反射区的 一种反射区的 比如大腸 一条五尺的大腸里面呢 有些不同的地域呢 如果是出现问题呢 那其实会影响我们的身体 不同的地方 的器官的功能的 哦 在很多年前呢 我有一本书是说 那个 洗腸的书籍呢 他看到呢 原来早年呢 有一位医生 他是一位 外科手术医生 他发现呢 他身体的大腸 每一个部分呢 是会连带到身体 某一个器官 某一个系统 是有直接影响的 那其实这种反射性的影响 那他怎样发现呢 他说本来有个人 可能有关节问题的 那但是结果呢 他又大腸有问题 那大腸有问题 他怎样呢 他就要帮他 可能要切除了大腸 那结果呢 切除了大腸之后呢 他本来的身体 其他某个问题呢 就没有了 哦 那可能他本身 可能有心脏的缩弱 那但是呢 他因为他要做大腸的手术 切了某个部分的大腸呢 他心脏问题又又没有了 那所以他看到呢 为什么我们那个大腸的健康呢 就是八病重生 就是大腸的骚髒 是八病重生 其实背后呢 是有很多很多科学的资料呢 是解释得到的 那不同的大腸的大腸部位呢 是直接影响我们的 不同的身体各方面的器官的 好了 那我刚才所说了 我们身体的分泌那些 所谓那些散呢 其实本身是很重要的 就是因为我们身体呢 我们制造很多酸的 是 那我们是靠这些这样的 那些分泌呢 是将那些身体那些 食物那些製造出来的酸呢 是将它呢 就是包住它 保护它 那所以呢 可以这样说呢 这些这样的黏膜呢 肯定呢 它本身是不是一件不好的事来的 那 譬如我们吃那些牛鱼类的食物 那我们的乳糖呢 就会变成什么 变成乳酸的 那如果我们没有黏膜去包住它呢 这些这样的乳酸呢 肯定呢 在我们的身体的组织细胞呢 会烧穿个孔都不出奇的 那所以呢 那所以呢 我们的身体呢 的饮食方面呢 如果我们的身体是 吃得太多些过分酸的食物呢 那我们的身体呢 就会制造很多这些这样的散 黏膜啊 来到保护它 那这样的 那所以 因而导致 我们的身体呢 是出现那些冲血啊 或者很多那些骚髒的东西啊 消化系统的问题啊 手脚冻啊 鼻塞啊 之类之类的问题 就是因此而出现得到的了 那这一节的时间差不多 稍后回来继续自然了发与你 我们平时喝的水都充满了重金属 杂质 绿气 和细菌 我会用健波能量活水器 除了可以清除以上的杂质之外 还可以活化水中的信息 健波能量活水器 生命资源 健康之全 陆创意健康店电话 28824848 网均 www.h-e-a-l-t-h-s-h-o-p.com.h-k 袁医生 我经常听到那些人说 吃完抗生素之后 会把好菌什么都会杀光 那么他们会吃回一些抗生素之后 去补充一些好菌 那么是否同一时间都会把那些坏菌 降走呢 很多市面上大家都会看到 很多这些不同的抑菌那些产品 但是有些人有种错觉 以为不要紧了 吃回多些抑菌 就会解决这些问题 原来不是那么简单的 如果我们只是把那些抑菌 好像当作一种灵丹妙药 放在食道里面 其实是未必有效的 因为如果当我们的孙简独的环境 未曾改善 其实这些抑菌很多时候 都会变回坏菌 所以我最重要的是 要将我们的食道的孙简独 先改良了之后 才再成这些抑菌 我亦都知道 原来我们的身体抑菌很多 我上次跟大家说 成两磅到四磅 这些抑菌很多 可以说成几百种 视乎身体不同的地方 例如小肠和大肠 其实它们的抑菌品种 其实亦都会不同 例如我们经常叫 胡乳酸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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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需要什么呢 需要一种简性的环境 就像我们的小肠里面 种一种常有的 这种叫做Bifidobacteria 是双脂Bifidobacteria 是一种抑菌 这个会生长于 一些微微酸的环境 就是反映我们的大肠 所以我们进成这些抑菌的时候 我们知道 进入我们的大肠 是需要一个很漫长的过程 小肠里面当然 离开了我们的胃 食度 进入小肠 但是要这些抑菌 进入我们的大肠 其实要成二十多尺 二十多尺的过程 所以它们在 这些Bifidobacteria 双脂 我想翻译得 双脂的抑菌 在我们的 它是需要微酸的 但是我知道小肠是微酸的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这些抑菌 就算口服了下去 其实未必去得到我们的大肠 所以在我们的处理方法 很多时候我们会在洗肠之后 我们会直接将抑菌 经过肝门灌入大肠 就不是单单靠它吃下去 因为很多时候它未必能进入 因为不同的菌组 那还有一件事 我们大家可能都未留意 有时候可能都听到 叫做Prebiotic 就是抑菌的前抑菌 就是说我们的身体 要鼓励我们的身体抑菌成长 我们还需要另一组的 一种碳水化合物 一种寡糖 就是那个蔬果寡糖 英文叫做Fructo Olego Saccharide 简称叫FOS 这些寡糖 会帮助我们成为我们 其他抑菌的食量 很多时候你可以看到 在市面 如果你看到好的抑菌的补充剂 很多时候都会有FOS 大家要留意标签 除了我们的補充剂 有些是会有FOS 但哪种食物会多呢? 那我们可以在 譬如 譬如 阿斯巴营加斯 那是一个芦笋 那我们也和大家 以前都在我们的节目都说过 其实很多人 就会用这个阿斯巴营加斯 做一种防癌的工具 那简单一点 就 香港都经常都买得到的 蒸 蒸 也好 可以吃芦笋 还有一个我们叫做 Jerusalem Artichoke 我们叫做朝鲜 这种 香港人都不太多吃的 Jerusalem Artichoke 当然 红菜头 Beats 洋葱 芝力 蒜头 还有一种叫做 Chic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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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我们常常吃的食物 有一种叫做 一种苦菜 一种苦菜 Chicory 这类的食物 这个我们叫做 Prebiotic 一种这样的 帮助我们身体 是养这些这样的益菌 嗯 那就是很明显 就是我们要改善身体 帮助我们 减轻体重 那我们也要 首先 要将我们的食度 要清洁它 是 那还有呢 将我们的益菌 是回复回它 那还要平衡 我们的身体酸碱度 嗯 控制我们那些 就是我们叫做 微型体 Microform 那些生长 那当我们这种做得到的时候 可以这么说 我们很快 是我们的健康 就会大大 是康复回来的了 嗯 袁医生 听完你刚才这么说 好像很复杂 那有些什么 可以令到我们的身体会好一点的呢 那我们所形容的问题呢 听起来真的好像很复杂的 嗯 但很幸运呢 解决的方法呢 其实呢 就是简单很多的 啊 那我经常说呢 整个问题呢 就是我们身体呢 是需要呢 是保持一个简性的状态的 是 那因为简性的环境呢 我们可以控制到这些 那些微型体的出现 还有呢 是导致这些这样的 那个真菌的 真菌的毒素了 那令到我们会更加健康的 那所以呢 是 就是我们要做到 就是我们的食物 怎样集中吃一些食物呢 是令到我们的身体 可以简化我们的身体 嗯 还有呢 是怎样呢 是避免那些食物呢 会酸化我们的身体 其实是不是那么复杂的 可以这么说呢 是那个解决方法 其实是很简单的 首先 我了解到呢 所有食物呢 入了身体消化了之后呢 它就会经过身神代謝 燃烧呢 就成为一些 我们叫做 一种叫做 age residue 就是会成为 我们那个所谓那些 那些灰的炭灰 那个正如物资的 那这些这样的 我叫age residue 这些这样的 新神代謝后 那些炭灰的那些物质 那些正如物质呢 它可能会中性 也可能会酸性 也可能会简性 也都会简性的 那视乎呢 那个原本的食物呢 那种矿物盐 那个含量的 是 那譬如来说呢 我们鸡 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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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蚫 铁 铁 飌 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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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链 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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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鹿、鹿、烤、烤和瘫都会正如酸性的坦费 可以这么说,大部分的元素都是属于碱成的 好了,我们可以把食物分类 简单来说,动物的食物 即是肉类、鸡蛋、牛鱼类、精炽的食物 酵母菌、酵母的食品、发酵的食物、菇类 还有很多甜的食物,甜品、糖分、水果和糖都是酸性的 当然是咖啡、酒精、巧克力、茶、黑茶、汽水 全部都是酸性的食物 而简性的食物主要是我们的蔬菜 还有还有一类的食物,可以严格来说 我们的牛油果、芥末和番茄 番茄和Bell pepper等 都是一种水果 是 牛油果、番茄和Bell pepper等 青、红椒等 都是一种属于简性的食物 有些人说我们吃酸性的食物 譬如橙、金 味道上是酸的 其实它是一种酸的食物 很有趣的 这些我们叫做金属类的食物 即不是很甜的金属类的植物 其实它在我们身体身陈代謝之后 其实是一种属于简性的食物 还有什么是简性的食物 就是我们的种子 即是发芽、发葬芽的种子 果实、Nuts 还有有些菊类 菊类本身属于酸性的 但有些例如Millet 小蜜、Buckwee Buckwee应该是一种桥蜜 是吧? 是桥蜜 这种不是太酸的 但当然最简性的食物是什么呢? 是一种山的食物 因为食物经过煮的过程 都会令到它酸化了 好了 要维系我们的身体血液 和我们的身体的组织 平衡的酸碱度 我们的食物里面 最好起码 百分之七十到百分之八十的食物 是简性的食物 不要多过百分之二十、百分之三十的食物 是属于酸性的食物 明白 在我们的简性的食物里面 最好一半是一种生的食物 好了 你说 你说的那些分量 就是多重呢? 是吧? 其实我们就不需要太过紧张 那个重量 总之呢 也不需要看卡罗尼 最重要呢 你自己看得到 大概都可以了 就是用你的视力 视觉 来分配食物的多少 当然呢 如果这个食物 越是简化的饮食 你身体的改善速度 可以这么说 是越快的 是 很可惜 我们一般的食物金字塔里面 其实我们过去 可以说 提供的资料 其实很多是错的资料 是 因为在食物金字塔里面 我们的谷类 是佔了一个很大的 是 那我们的新的食物金字塔 我现在有一套新的 我们的病人 我通常给他这个新的那套 其实呢 谷类是已经无了 不存在的 我们根本不需要特意去吃 那些 就是我们的米饭类的 是 取而代之呢 是我们的水果 所以那个 那个蔬菜 蔬菜是为主 那蔬菜里面呢 当然呢 也不要吃那些 根部的蔬菜 譬如薯仔 那些 番薯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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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淀粉是比较高的 我通常呢 是用一些 那种叶绿素的食物 比较多些 那 那 我们 就是旧的那些 也有糖分 那个金字塔 新的食物的金字塔 是没有糖分的食物的了 OK 那 这个是我们的 过去我们出现很多问题的 那个主要原因来的 那可以简单来说 就食物就是应该用这个方向来吃 是 医生啊 可不可以详细点和我们说一下 其实有些什么适合的食物呢 那 那我们 简单一点 我给大家一些 概念 第一 讲来讲去 就是那个 蔬菜里 是不是 那蔬菜里 是 可以说 是我们那些 简性的盐 是最主要的 这个 最重要 就是那个 那当然 如果 蔬菜吃得越多就越好 简单来说 那还有呢 越新鲜就越好 如果能够买到有机 尽量是有机 是的 那我叫蔬菜里面 我有到叶绿素 我叫叶绿素 叶绿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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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的Hemoglobin 我们人的血球 那个血球 那个 那个血球 那个 蛋白 就由 碳 氢 氧 氧 和氮 是组合的 而中间那个分子 那个组合 就有一个铁在里 有一粒铁的 而那个 那个越绿素 它刚刚就 不是 就是 在中间那个 中间那个 分子的组合 中间是一个尾 的 就是 是 是 那我知道了 就是 就是 越绿素 就等于我们的人的 人的血 那个Hemoglobin 那样的 那身体的 这个越绿素 在植物里面 是扮演角色 就是 好像我们的身体 是将那些养分 带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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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的身体全身的 那也都会减低 我们那个 所谓我们 脂癌的物质 嗯 黏附我们 在我们那个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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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核酸那里的 是 在肝 其他 可以简单来说 就是 它 它 二绿素 呢 是 可以防癌 是 那 那 我 quella 一样就是 我们我们的 二绿素 呢 很 是 化解它 那 就是呢 会减低我们身体的 所谓 笋 胆石、腎石等 这些热露素的食品都可以减低 热露素里面有很多浓度的维他命 矿物盐和微元素 当然热露素里面也有很多纤维 纤维会把我们身体的脏东西带走 还有一件事我们为何很强调 我们一定要尽量生食 因为蔬菜里面有很多酵素 我们的身体是有超过以千的酵素 我们的身体的消化、生产代謝 其实可以这么说 大部分都要靠酵素 如果我们的食物经过煮过 例如高过118度华士 我们的酵素就会被消灭 所以我们在食物里面 尽量能够吃一些生的蔬菜 即是所谓沙律 对不对 比主要的食物更好 我们的食物里面 我有一种叫做植物的营养 叫做菲律 你从哪里看到 其实身体有很多不同的 这些所谓植物的化学营养 这些菲律 使食物产生不同颜色 譬如黄色、橙色、红色 红色、红色、黄色、红色 红萝卜的颜色 红萝卜的颜色 可以感觉 这些全是我们的身体里面 做出来的 这些植物的营养 它有什么作用呢 是帮助我们预防癌症 减低我们的胆固醇 舒缓我们的关节炎 还有屈质松疏 亦都防止我们的荷尔蒙 转变为酸 很多东西可以这样说 它们也会帮助我们抗痕 所谓的游离基的破坏 是 我可以看到 我们的脂肪脂肪 是在我们身体里面 扮演很多很重要的角色 好了 我说蔬菜 蔬菜里面 我们的食物里面 大部分都是属于简性 例如我再简单来说 要吃得多些是 鲁筍 每日每日都有机会 都加些 红菜头 西兰花 broccoli Brussels Sprouts 牛榜 Burduck 椰菜花 Cabbage 红萝卜 Cauliph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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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芹菜 Cauliphy Cucumber 椰瓜 青瓜 青瓜 Egg plants 鸡瓜 鸡瓜 加力 蒜头 蒜头 还有些胡椒 青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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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绿瓜 例如spinish,菠菜,mustard green是芥菜,cola,cali,lattus,lattus是山菜,watercress,switchchatter, 这些都是西方的食物,在沙里的时候都看到的,okra,onion,羊葱,parsley,青豆,radish, 白萝卜,turnips,这些全部都是一种属于碱食的食物, 还有一种的,在食物里面有一种叫做bioflavonoids, 这种含有维他命C,帮助维他命C的维他命C,叫做C杂, 除了蔬菜之外,我们还有一种很重要的食物, 就是我们所谓的草,grasses,你知道这种草的营养价值可以说是相配于一般的蔬菜, 我们知道要种草,种小蜜草,大蜜草都不是那么容易的, 但很幸运,其实我们也有机会,有时候在一些健康店, 外国都很容易找到的,你可以喝点小蜜草汁,是吧? 那我们在香港,有时候去吃泰式的,泰式的食物里面, 它有很多给些什么?柠檬草的,lemon grass的,是吧? 那这些其实都是一种草类的食物, 其实我们也可以当作一种香料也好, 当作一种人类的食物来说也好, 好,幸运我们现在市面上有很多绿色的饮品, 它会有很多的小蜜草,大蜜草,也有购买的, 但是有一种的食物,我们就不要吃那么多, 就是那些algae,algae那些, 那些其实是有问题的,我稍后会再跟大家分享, 那可以说,草是一种营养价值非常之浓的食物, 那在市面上,小蜜草, wheatgrass, 和大蜜草, barleygrass, 都是一种叶绿素很丰富的食物, 那小蜜草本身是含有过百种的食物的元素, 包括我们所有已经知道的矿物盐, 和那些微元素的矿物盐, 和维他命, BSA里面的所有都有的, 那也有这些是pro-vihita-a, 制造维他命的食物, 维他命C很丰富, 维他命E和维他命K, 因为很多人都很担心, 如果你不吃肉的人, 会不会维他命K都不够呢? 那其实呢, 我们那个小蜜草汁里面, 其实蛋白质的成分佔25%, 相当之高的, 可以这么说, 你猜不到的小蜜草汁的蛋白质的成分, 25%竟然是高于肉类, 鱼和鸡蛋, 鱼类的食物, 和豆腐类的食物, 一般人都很难, 都会预料不到的, 好了, 他还有很多是抗真菌, 抗那些真菌毒素的物质, 有一种叫做Laetrile, L-A-E-T-R-R-E, L-A-E-T-R-E, 亦都叫做维他命B17, 曾经何时, 已经被证实是对付癌症, 所以为什么很多人, 癌症的病人, 其实他都很强调, 是用那个小蜜草汁的, 好了, 那另外一种就是大蜜草, Balegreen, 是, 那大蜜草汁里面, 可以这么说, 他维他命B1, Phyamine, 可以说是, 是, 比一般的全菊类的面粉里面, 是多成四倍的, 而比牛奶, 即是维他命B1, 的成分, 比牛奶, 是多三十倍的, OK, 而他维他命C, 是更多过橙, OK, 橙, 即是多了成七倍的, 那一般人, 我们很多时候, 一见到维他命C, 橙, 就想着维他命C, 以为, 原来橙是否, 因为维他命C, 最丰富呢? 原来不是的, 我们的小蜜草, 大蜜草质, 是简而重多的, 好了, 那还有一类的食物, 我们要多吃一点, 就是, 低淀粉质的蔬菜, 低淀粉质的蔬菜, 先讲讲, 什么叫做, 高淀粉质的蔬菜, 我们大家知道, 薯仔, 对不对? 冬瓜, 冬瓜, winter squash, 有一种叫做, 橡纸, 一种菊类的, 有很多时候, 看电影, 蟲子就经常吃, 找吃的, buttern nuts, 和pumpkins, buttern nuts, pumpkins, 都是属于一种南瓜类的食物, 那这些食物, 通常是, 可以这样讲, 是, 高, 澱粉质, 高碳水化合物的, 的蔬菜来的, 所以我尽量, 就是减低, 吃这一类的蔬菜, 好了, 如果我们晚一都要吃那些蔬菜, 其实有什么蔬菜, 会比较上是, 没有那么差呢? 有一种叫做, 叫做, Red New Potatoes, 香港人都, 可能都不是那么讲究的, 如果要找, 是找到一些, Red New Potatoes, 好了, 那, 那。 它, 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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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的淀粉質也相當高 但是它的蛋白質也不錯 當然我們盡量避免罐頭的豆 因為很多豆如果處藏得久一點 都很容易生增菌 很難避免的 所以我們在這方面盡量減 當然如果我們要吃的時候 我們可以把它發芽 即是發了芽 什麼芽也好 可以把它發芽 Kidney Beans Pinto Beans Azuki Azuki 即是紅豆 黑豆 白豆 即是Navy Beans Chick Peas Garbanso Sweet Peas Black Eye Peas Cow Peas Lime Peas 其實很多時候 如果我們要吸收它的好的營養 我們可以把它發芽 黃豆 扁豆 這些全部都可以發芽 好了 還有一件事 我們吃菊類的食物 我們都說盡量要 如果真的香港人喜歡吃飯 我們最近都聽到 在中國大陸 很多的米 他們是用殺蟲藥噴過 認識的人都知道 因為始終這些菊類的食物 會噴很多殺蟲藥 防污藥 所以其實本身是很危險的 當然菊類最好就是吃一些新鮮的 我們說實來說 你怎麼知道多新鮮呢 其實都不容易 我認識我家裡有個親戚 他們家裡要煮成十幾人 所以他很講究 原來他說香港有一個米箱 直接跟他熟悉到 他會告訴你 哪些新鮮的米 但這件事 我覺得都不太多人做得到 如果真的可以的話 如果你們去買米 都要看真點 那個米呢 那個時間是什麼 就是越是新鮮 就沒有經過長期的蜀蟲 那些菇菌的問題會比較少 那還有一些食物 不要多吃就是粟米 就是 corn 我也知道 今時今日的粟米 在美國來的那些 差不多80%都是基因食物 那還有一種的 新的食物 就沒有那麼酸的 例如amaran 煙菜 煙菜 那種 那種叫 Queenwa Queenwa 是叫做什麼 泥蜜 這些比較新的谷 和spelt Spell S-P-E-L-T 那這些 都是比較上 就是沒有那麼酸 甚至乎 有些是微簡 那它沒那麼容易 是野淡的 那明白 小蜜 這些 即是谷類裡面 其实我们都可以选择 选择来用我曾经所说的那几种的谷类 这些都是维他命B17 是抗癌的维他命是比较上丰富的 好,今集袁医生和我们分享了很多东西 如果对今集内容有什么意见 可以去我们节目讨论区留言 或者email给袁医生 dr.yuan at source wadio.com 如果有急切性的问题 可以和袁医生会诊 打以下这个电话25773798 多谢袁医生 好,多谢,拜拜